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2月29日星期五 我們有個 晚上 玉敏彩場 Crossover 天天天藍的網槌 小徐席 一定要來 記住各位朋友捧場 經常在街上碰到我 說認識我 記住來捧場 350元 到時見大家 天天天藍 主持 謝二芳 宋景輝 錢建榮 張三 好了 回來 好 回來 有些小插曲 因為那張海報原來我做錯了一個電話 我們先更正一下電話 難怪 本來是二圍的 現在搞得剩下我們 在半圍 每個都打錯了電話 現在更正一下電話 查詢電話 報名電話 24673088 那舊那個 大家不要忘記了 慢慢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24673088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閉上一下 24673088 好了 大家記得了 其實我這個海報出了兩個星期 沒有人更正 今天才能告訴我 奇怪 沒有人打這個電話 哈哈哈哈 那些人應該告訴我 喂 謝功你打這麼多次都不通 為什麼 沒有人打你的 打了什麼茶餐廳 哈哈 已經爆棚了 哈哈哈哈 那這樣 空氣污 台灣空氣污染 是吧 是 搞到又是很厲害 那 其實現在 就是 民進黨政府怎麼解釋呢 他說 有三分一 是來自大陸 有三分一 是來自機車 即是汽車 有三分一 是來自工業污染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 沒有了大陸那部分 其實只有百分之六十幾而已 那所以呢 應該不超標的 那現在我們每一天 去到紫紅色 其實呢 就應該受到大陸的影響 所謂紫紅色 就是等於我們香港的空氣污染 那個指數 去到極限 好了 那有人問了 那在大陸吹過來 先經過金門 金門的空氣很好 那 他沒有理由是約過金門 就去到台灣 還有澎湖 也會前面一點 那他經過金門 再去澎湖 然後才去台灣本島 那 金門和澎湖都沒有受到影響 就直接來到台灣 就沒有可能 所以呢 就是我們不要每樣都要去大陸 其實大陸已經 我講過很多次了 其實台灣那邊已經說了 我們現在的執政黨 就很簡單 有什麼 外怪鴨共 就是共產黨 內怪鴨狗 就是馬英偶 有什麼呢 就推到這兩邊了 你推到這兩邊 一定沒有錯了 可以解脫了 好啦 其實這個空氣污染主要來源是哪裏呢 其實你賴那些機車 你賴工業 這兩樣的一向都存在 你賴都沒有用的 其實現在所有的空氣污染的來源是哪裏呢 是來自台中幾座火力發電 火力發電呢 就不是純粹是 你說燒氣的 燒氣都有 但是燒氣呢 它只是達到燒煤的一半左右 現在就是那幾座呢 全部燒煤 混蛋了 所以它還要日夜 兼情地燒 是啊 怕不夠 怕它不夠 尤其是現在 熱天又怕不要電 開冷氣 冬天又暖熬 你日夜兼情地不斷燒 所以這個空氣污染 在這一輪根本天天都爆飆 尤其是中南部 一直到台中 一直到台南 到高雄 屏東 全部每天都紫紅色的 很可憐 搞到上街抗議 好了 張先生我們報告一下 在昨天有一個 就是台灣的反空氣污染聯盟 哪裏組織 就是反空氣污染聯盟 民間的 民間的組織 一個民間組織 叫反空氣污染聯盟 是的 在台中又發起了遊行 因為最主要的污染來源 現在大家都指著台中發電廠 火力發電廠 是的 這些遊行一定是不少的政治團體 政治團體 綠營又有人參加 市長林階龍也有來 另外藍營的郭龍斌 和當地的市員都來 但是奇怪的是 主辦單位 就是說 怪一些政黨 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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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階龍 林階龍是執政黨 林階龍是執政黨 林階龍應該是被抗議的對象 他是老闆 他可能是老闆 這個發電廠是理管系的範圍之內 為什麼這些團體好像不會說市長 不說錄營 香港很多人都會看報紙 其實會發現這些團體 很多其實都有一個自己的政治立場 這件事情可以看得到 我們這個空氣污染 大家 為什麼 有些人說 喂 你發電廠很多年 你不可以怪執政黨 但是為什麼過往這幾年 這麼多年都沒有這麼嚴重 是今年特別嚴重 什麼原因 他會激怒化 日夜兼情 我們執政黨 是不是應該解決問題 你不可以說 前朝的事 兩手一擺 這樣就算了 我又嘗試解讀一下 因為這些 這些叫喊竹賊 沒錯 因為這個 林階龍是作為台中市市長 但是那個火力發電廠不是台中市的 是中央的單位 但是你在台中市內 那他就要管的 那他可以賴下去中央 那不關我的事 我想極力維持 OK 推說 就是說 你國民黨或者其他民間團體 批評 你一個用電不夠 所以被迫要用火力發電 遲時都不肯開這個電廠 把責任推卸出去 因為執政黨 台中市的執政黨 那位負責人 林階龍就是民進黨 那民進黨 下面一些綠的團體 出來抗議 就是叫做小馬 那這個發電廠 他的燒煤的壓度 其實要台中市政府批 不是中央批 那他可以賴下去中央 那是政治權貿 第一 林階龍說 不關我的事 因為我也反 那我又抗議了國民黨 那我民進黨 做了之後 我抗議了國民黨 你進不來 那你現在林階龍抗議 你身為市長抗議 那你是不是抗議中央 又不是 他是沒有立場 他出來做什麼 我完全同情 我完全支持民意 我支持民意 不過我無奈何 那你的主辦單位 就只是怪責國民黨來抽水 但是對這個執政黨 由地方的執政黨 到這個中央執政黨 你是完全沒有說的 他們現在有人下來的 就是這樣說 一句說話 國民黨是不懂得玩這些東西的 民進黨又很厲害的 即是適當時間 民進黨又可以切割 又可以結合 國民黨是又切割 又不是又切割 是又結合 即是他不懂得利用這些輿論 在什麼時間結合 在什麼時候呢 他就結合 即是我們看到 民進黨在這麼扑街 即是執政這麼扑街 他有10% 即是前一陣子有一個民調 有一個叫做新台灣 不知什麼論壇的一個民意調查 這個是綠的 這個民意調查 這個機構是綠的 和這個TVBS 你當他親藍也好 兩個民意調查 前一陣子 就發表了一個民調 差不多而已 兩個 民進黨執政這麼厲害 19點多 國民黨沒有好處 8% 按照計這麼陷家產 你國民黨和叮光碼頭都好 民進黨這麼陷家產 只有19點多 你國民黨完全撿不到好處 8% 即是說 藍營支持者裏面 其實都是一直用那句 我講過很多次的 那句 你執政法案過不了 你現在在野 法案擋不了 那你叫那些支持者 怎樣支持得下呢 所以這個國民黨 真是好好地 再檢討也是沒什麼用 因為我發覺國民黨 真是不懂選舉 沒什麼商量 剛才你說 他們有切覺 不是 是不是都切覺 其實昨天另外一件事 他們都是這樣 我發覺 昨天有霸槍案 是不是 這個國民黨好像都是做 在這裡也有做一些切覺的問題 好了 我們講一下霸槍案 即是黃國昌老師 是這個 現在還押策 因為他是支持所謂同性婚姻 我們先不要理對錯 總之就是你令到 這個第十二區 所謂直指區 其實這個所謂直指區 它包含很大 去到九份 瑞芳 總之 二十幾萬人 很大 二十五萬多人的選民 大家以為二十幾萬 可能一個 譬如深水埗 隨便一個都超過 但是 因為在台灣來說 它的居住密度 沒有那麼大 其實它的範圍 其實去到一個選區 是挺大的 我們說是很大的 駕車要駕隔九幾小時 也很大 整個西九龍這麼大 但是這樣 不止 不止 到幾小時 駕車隔也很大的 到九份 十份 整個平溪 人口分佈又散了 其實要去動員 去罷免 或者去選一個人 其實真的要花很多人力物力 結果 十六號 就進行這個投票 就是昨天 前日 前日 四十六 要罷免 這個王國昌 初初 我都理解錯了 以為本來就是選民的一半 原來 原來那個罷免就是選民的一半 就是25萬至至少十二萬 十三萬 十二萬幾十三萬 出來投票 有一半人 其中一半人以上 可以先罷免 因為 這個是舊的條例 時代力量 加盟民進黨 就是所謂泛陸 就在這個立法院 推動這個所謂 降低門檻 因為上一次 他們罷免這個 蔡政元 失敗了 這麼難的 這麼高門檻 罷免一個人 當然不行 要將他修正 最後收到四分一 其實王國昌 自己去提出的動議案 是簡單多數可以 總之我們這個罷免案 就成立出來 這個罷免投票的時候 投票 就簡單 我就算有三廳人出來投票 兩個人贊成 兩個人贊成 都可以的 民進黨覺得 太簡單 就棄了一點 將他修改 這個修正案 就是要求 要有四分一的選民 登記選民 同意這個罷免 以及多個反對罷免案的人 捷孟 就是說 chief team kel 首逢豫 要有六萬三千八百八千 八百 88 選票是同意罷免的 這個票才是果 而非再相當多於圖票 我們先看看這個表,四萬多 四萬多就對這個 罷免門檻指數 對二萬一千多,四萬八千六百 四萬八千六百九十三 對二萬一千七百四十八 總投票人數有七萬多 理論上應該罷免到,原來不是 一定要過六萬三千八百八十票 才罷免到 這個其實是受到投票率低的影響 我粗略這樣算 其實如果要通過這個罷免的話 大概要35%的人出來投票 有35%出來投票 如果他能夠超過35% 王國昌一定很糟 你看那個走勢一定很糟 在這個投票率低有幾個原因 就是當日在台北天氣不好 又冷得十二三度 再加上下一些毛毛雨 那就影響到 但是這個天氣影響的投票率 我相信不是太多 最多1% 還有5%或者去到7% 8% 那些人去了哪裏呢 在上一次這一區的立委選舉 藍營的得票六萬八千幾 那這六萬八千幾 如果出來投票 那一定 不出來才行 因為這次出來反對的 有很多上次是沒有支持藍營的 這個是理論的反對 上一次王國昌是八萬幾票的 就是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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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興華 李興華 李興華拿六萬幾票 那就是說 李興華那些有沒有出來 我們不知道 王國昌的八萬幾票 肯定沒有出來 只有兩萬幾 只有兩萬幾 所以在四萬幾票裏 其實一部分 在國民之前是沒有出來投票 或者是曾經投過王國昌的票 那剛才我說過 就是說 這個國民黨 是有切割 不是有切割 是其一個原因 那這個為什麼 差那幾%投票率呢 我們在這個 本來 大家 是選民自發的 我們不要造成 我們一個政黨 我們藍營 去推動這個 投票 但是最最後 前兩個禮拜 民進黨 突然間就出來 支持 王國昌 那這個時候 民進黨出來支持 那 王國昌 那你國民黨 是不是都應該出來 要這樣說 因為民進黨出來 其實都沒有用 因為 時代力量的那幫人 和民進黨 基本上是兩幫不同的人 民進黨那一群 都是那些死老鬼 都是那些死老鬼 所以你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民進黨那一群 就擺個擂台 來聽那些人 小貓三兩隻 都是那些老爺在那裡 沒有年輕人 時代力量那些年輕人 以前 在他 時代力量出來選的時候 是一幫亡軍 是一幫隱藏著 在電腦那裡 打飛機那幫亡軍 這次真刀真槍要出來投票 這幫亡軍沒有救了 其實 這個指標是下一次王國昌 必輸無疑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前哨戰 而這個前哨戰 是令到王國昌 只不過是 他暫時可以做多兩年 他兩年之後 一定不加 我發現我看的就是 為什麼今次國民黨 不出來動員 你辦什麼軍旨呢 國民黨 國民黨 其實都有一個考慮的 是 因為 這個安定力量 孫繼政 雖然他說 他不會出來選 但是 當孫繼政 這個所謂安定力量 那個 那個主頭人物 當他出來 在造勢大會的時候 是很多人叫他出來選 國民黨 也都不想在這個時候 搶他的光環 孫繼政 分分鐘在下屆 他會出來選 國民黨 是一個好領軍旨的 大哥 不需要 那我不想在這個時候 孫繼政 他會出來選 而我 雷倩 雷倩也出過來的 國民黨以前的一個立委 李謙 他是出過來的 他都不敢說 我出來搶鏡頭 下一屆 我乘著這個事 我就出來選 但是 他又出來選 孫繼政 明明是 可能他出來選 他有機會的話 那我雷倩出來 就搶了人的風頭 那他又不想在這個 關節眼那裡 被人覺得 國民黨搶人家夠肉 你知道 我們國民黨 是一個很君子的政黨 雖然你說 這麼混蛋 是啊 我們國民黨 真的很混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如果你看回剛才那幅圖 那個數字告訴大家 投票數字 是佔多數的 四萬多票 有相當多的人 亦都誤會了 以為我們這次投票 有四萬多人去投票 對他兩萬多是過的 他是輸的 大家沒想到剛才你說得這麼複雜 原來是要這樣的 六萬多門額 要最低消費 那其實在台灣 其實大部分人都明白的 台灣大部分人都明白 我有些保留 就是我有些保留 那你說 他藍營的票 他有四萬多來 那你當初跟他六萬多 那仍然有些距離 謝功剛才就說 王國昌就下屆必輸無二 其實你這次打下來 他下次也沒辦法選 大家看到他的能量就是這麼多 但是要罷免一個在籍的人 其實困難是很大的 是 是 亦都有人說 就說 喂 王國昌 你自己的提議 你自己的提議 簡單多數 是 那為什麼你都應該自己有些 那個正義道德 你自己應該扶下責任 因為他都講過 他講過 他說 如果我這次 輸一票 我都會辭職 政治人都可以相信 你豬拿上去 輸了幾萬票 輸了幾萬票 兩萬票 忘記了 說完就算了 有說過嗎 有說過的 真的有說過 還有 還有 他在選 在罷免案之前 就是 投票之前 有十幾個知名人士 撐他 包括李遠哲 這些全家產 都已經是 沒有了能量 這些 正仆街 還有 長老會 都幫他背書 那些教會 不是 這個是代讀 好了 你就算是長老會 都沒有問題 因為很多地方上面的基督教 是幫這個安定力量的 這個長老會 就只是含家產 但是很多地方教會 是幫安定力量 就算他們自己出的一些刊物 都將安定力量的訴求 是放在板面上面 是不少的 是抵消了長老會的所謂能量 你看到這一次 就是他們的動員能力 是非常厲害 就是他們是 喊家喊戶 剛才我們說的 這個十二區是很大的 就是他可以動員 所有這麼大的區裡面 所有人幫他忙 這個是不得了的 都只有兩萬多 不是 我講的 我意思就是說 只有兩萬多票 你這麼大的動員力 都是兩萬多票 不是我講的 就是四萬多票 就是四萬多票 在他們的出票或宣傳的時候 其實都有遇到一些情況 譬如去到王國昌住的地方附近 王國昌就報警 就說他嚇到家人 對的 但是人家在下面 拿著手指 大聲攻 不是喇叭 不是那些 不是超厲害 那些人說 喂 你這樣嚇到家人 你之前 你罷免別人 或者你去到家 附近那些 做的那些 喂 還厲害 忘記了 是的 忘記了 有什麼 另外 在投票前 大家都會知道 有些投票通知單 有很多人都問 為何沒有收到呢 遺收了 為何他們那個小社區裡面 那些通知單掛了電燈署上面 那些通知單 有些不是家族戶會派 去了那個里長那裡 先經里長 由里長再分發下去 那里長也有一個 他真是無心的 剛剛那個里長 去了南部玩 他家人就 代收 然後放了之後 他家人又出去 其實這個 都不是很重點的問題 因為 沒有那個通知書 大家都知道 其實都一早 全台灣都知道 那天去投票 也都不需要有個通知書 才可以去投票 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 講一講 我們看了那麼多次 觀察台灣的選舉 其實台灣的選舉 那個選舉 那個成熟程度 那個成熟程度 就很高的 雖然說今次那天 即今次那個補選 就不是整個台灣選舉 但是整個他們那個選區 裡面的機關 學校 都是優貨 優價的 配合的 那其實這個數字 投票了27% 那其實呢 我們看看我們香港 人家是不被重視 沒有什麼 沒有政黨大力宣傳的 一個罷免 投票了27% 我們香港 立法會 區議會 投票了幾個 有幾多 是 要跟香港比 所以我們香港 大家 是不是我們 都自己要檢討一下 那我們常常都說 那些民建聯 怎樣 那些宣傳機器 怎麼大 你自己有沒有出來投票 你這樣做 這個引子 是不是要我們講311 補選 大家要搶回席位 不止 這個311 就我沒有想過 那其實大家常常說 這個出來選有戒票 那個出來選有戒票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大家都出來選 你把投票率推到80% 你不是街票 是不是 是街票 是街民建聯的票 你有80%出來選的話 其實 有機會 是囊括了那些議席的 那你們有沒有自己 你有沒有出來 好了 那還有 大家一分鐘 我們 講一下這個 什麼 轉型正義條例 上個星期 我們是想講的 因為太多話講 就講不完 好了 好了 那 通過了 所謂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這樣 就這樣說 行政院下面 設這個委員會 行政院長委任9個人 就是這個轉型正義委員會 每個政黨就不可以超過三人 就是國民黨 不可以超過三人 民進黨不可以超過三人 但是 有很多化身 很多綠色的化身 好了 他委任完之後 就要經立法院同意 立法院也是你的 所以那九人呢 我相信國民黨都會有一兩個 在裏面 要你得了幾十秒 給你解釋得清楚明白 現在都夠時間了 下一節再解釋清楚一點